哈囉 大家好,歡迎回到狗兵的Youtube 頻道 今天的單元是 狗掌玩開箱 今天這個主題是什麼? 就是我的裝備升級了 很抱歉,我在錄影的時間是晚上 是凌晨一點,所以我不敢太大聲 那我的裝備升級了 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想說 我那一台舊的相機是Canon XX50 它是類單眼 我後來想說如果我要拍一些畫面 或是攝影的時候 沒辦法去那種很自然的景深 所以我就想說 那剛好我朋友在去年的年底 想要找一台相機 那時候我們就一直在看 後來發現了M系列 M系列最新最新的 就是去年年初剛出的那一台M50 於是我就在去年年底到今年 現在錄影的時間是2月 2月初 中間這段時間一直在翻資料啊 看影片 最主要的話 我是看黑仔熊的那些 那些開箱的實測的影片 那我會放在我的頻道的右上角 那個資訊卡 那如果你要去看它更詳細的開箱 介紹的話 可以去黑仔熊那邊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如果你要買M系列的話 你會推薦說 那個相機要怎麼買呢 那其實 這個東西 我必須老實講 我後來做了研究 可能也剛好跟區域有關係 就是 像是我在高雄 我在高雄 那有那種比較大的店家 比較有名的店家 那比較好找到那種公司貨跟水貨 那原則上公司貨跟水貨的差異 就是差在 一個是公司的保固 一個是店家的保固 那通常 這些店其實都是保一年的 所以 並不會差太多 那我買的是水貨 那水貨比公司貨還要便宜幾千塊 對 那這個就是 不好意思 腳架掉了 那這一台就是 這個M50的主機身 對 那它的外觀 等下再用 等下再用手機特別拍幾個特寫 那它的外觀其實就是 比 之前的M系列還要好很多 就是像前幾天 我有看到M100的 那M100的就沒有上面這個 可以插那個熱銷 或是其他的配件麥克風的東西 那主要的鏡頭在這裡 那它的功能呢 也比M100的這邊還要來的齊全 這邊功能表的部分 對 那基本上 我對它還沒有很清楚的研究 之後可能會用實拍的畫面呈現給大家看 那來鏡頭的部分 那來鏡頭的部分 就是 我是買單鏡組的 那單鏡組就是標配一個15-45 那有些人會說 欸看那個單鏡組其實 那就是這個15-45 那有些人會說 欸單鏡組的話 感覺 我在自己另外在網路上買人家不要的 或是 買那個 就是三四千塊的這個 就好了 不過呢 後來 我實際的去問 其實單鏡組 單鏡組的價格 水貨的價格 這樣扣一扣來 這一顆也就才230 2500 其實跟那種人家拿出來賣那種 其實價格不會差到哪裡去 不如就直接買單鏡組就好啦 那這時候很多人會問說 欸那你覺得需要買雙鏡組嗎 要配長鏡頭嗎 我覺得那個就是看個人的需求 你有沒有要拍遠 你有沒有要拍遠距離的東西 你是要拍多遠 你是要拍什麼樣的風格 你是要拍什麼樣的影像 我這邊講的是 包含攝影跟錄影都有在 拍攝跟錄影的都還在裡面 那我個人呢 目前預算不足 所以就沒有買長鏡頭 那如果要買的話 我會買18到150的那一顆 那原因無它是因為 18你還可以拉一個比較近的距離 因為它另外一個是55到200 55到200就是 一開始就是一個很Long的距離 我一開始的畫面就tag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所以 並不是很常使用的一顆鏡頭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那我這裡 我自己就是已經 再配一顆這個 11-22的 11-22這顆 11-22這顆 這顆鏡頭 其實就是有點偏廣角 但是不是完全廣角 它不是餅乾淨 但是呢 就是因為考慮到說 還可以做一些調焦劇 一些比較細緻的距離 細緻的距離的拍攝 所以才選了這一顆 11-22的 那我目前我的裝備升級的 就是升級到這一台 M50跟 15-45跟 11-22的這兩顆鏡頭 那另外一個 很多人會說 欸實況主 不是實況主 YouTuber是不是都要 配個麥克風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麥克風有差異在於 你要拍攝什麼樣的東西 而且你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去另外的錄製聲音 那基本上麥克風會跟 純相機攝取的那個 擷取的那個音軌 會有一些差異 就是比較細緻的聲音的差異 那我這時候就 我那時候想說 那不如就買一個 之前 我在跟 我跟戲上借了這個 它是叫羅德 羅德 Video Micro 羅德的Midio Micro 這個就很好用 這個已經算是 非常非常基礎款 基礎款 很多YouTuber都在使用的這個 麥克風 那我跟這家店買 那算我兩千二而已 對 那總算總結一下 喔我的 被他晃到鏡頭了 那總結一下就是我後來 從了上面剛剛的這些價格 我後來又買了一顆副廠的電池 然後再買了兩個 兩組保護鏡 那分別是 四百五十塊台幣 跟 兩個保護鏡這樣加起來算 一千零五十 一千零五十這樣子 那全部全部 我這邊的set 加總起來 是 兩萬八千四百塊 兩萬八千四 兩萬八千四 對兩萬八千四 確定 這支影片後面 會搭配一些實際拍攝的畫面 那就交給大家看看吧 我會搭配 三萬八千四 兩萬八千四 總結 還要說 一萬八千四 現場的電池 不是為了很多人 他們放在空間 他們看到有些困難 OK那感謝各位今天收看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不要忘記在下面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想看到我開箱什麼樣的東西 麻煩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是說你想對這台M50對鏡頭有什麼樣的問題 機身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任何情形下任何的一些疑問 麻煩留言告訴我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就可以到我其他的平台Facebook Instagram 按個讚或是follow一下 OK那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狗兵晚開箱 下次再見 狗掌晚開箱 狗掌晚開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